莫易如 在台湾 你也能拥有这样的服务 21世纪不动产 全球最大房仲品牌 让我们用两倍的在地耕耘 给你一段愉快交易 我把关 你买腻 3A健康新观点 是位于选3A DHA EPA POA 关心波济 阿嬷身体健康 高野家 健康银鱼 教官健康来到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彩晶海 各位电机观众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凤凰咪的时间 我是何淮珍 现在目前是一个大盘 12点半呈现还是个上涨 甚至一个大盘来到最高点 今天也是什么 来到一个涨了快100点 所以8668肯定告诉您说马上过了 甚至在现在回想 很多投资朋友在问我说 并问我一个问题 老师为什么这波行情 只跌到8230 怎么都没有跌破8000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都不敢买 他认为8000点 一直有一个很错误的关键 你一直认为台股的8000点 是一个什么 就是高点 真的老市场都这样认为 包括你也都认为 包括8000我那个地方都相对 一定要减碼 你太保守了 所以你赚不到钱 实际上这个地方来讲 真的 我在之前就提供我一个理论 在2013年在年底 我说8000点 肯定未来就是如同 就台股的低点 你也把它记下 现在同样这句话送给大家 你要先有薪资度 你说这个行情是怎么样 很多以前说台股就是7000 6000到8000 在之前的一个时代里面 在之前 每次说8000点 一过台股就赶快要卖股票 否则第二个人说 它会跌破7000 对以前是7000点 你买都会赚钱 但是因为台股是什么 它是一个加局 它是一个虚派 所以实际上现在8000点 已经是台股的底部 你把它记下来 真的台股的底部就8000 所以这个地方是底部 不是高点 你不要看错了 所以很多人说 哇8000是8000 我现在8000点 我不敢做股票 因为你是以过去的一些 观念在做股票 所以你招作上什么 你赚不到钱 就凭这些要装新观念 所以今天晚上 要先来照 因为是今天情人节 也跟大家恭贺一下 情人节 但情人节我对你很好 我跟你过情人节 礼拜五晚上 今天晚上我们在 在有个场演讲会 要告诉你 我当然一定有情人节礼物送给你 当然元宵节跟大家元宵节快乐 今天哇这么爽 这么 所以一定要什么 有礼物要给 你要什么礼物 就是要跟你分享 我这人最好的地方 我勇敢的敢跟你分享一些股票 那当然有个重点来讲 在低档的股票 因为投资朋友 你实在有时候 你就是太想太多了 所以常常很多股票 失去那个买在最好的时机点 得个机会 但是一直要讲 你一定要勇敢的 在股票有时候在操作上 你要有点热情跟一个勇敢 你要有点有点什么 你要有点傻傻的 不要想太多 你觉得干嘛 不然何老师借账不错 那干嘛有人有人 干嘛实在实在的 你就跟他做就对 你不要太怀疑别 现在投资朋友 包括所有人 你想太多 造成你的错误的开始 那你说 可是有太干脆的常常 对啊 那你本身基本上你在错 就是说你常常有人说 可是我们有时候人有时候总是要多思考 才去判断一件事情 好像这是正确的 有时候到一个某个年纪的时候 你应该用你的人生的经验累积什么 你要有判断力 像我这个人基本上就很干脆 我不要就不要 要就要 我一旦判断出来 要我就肯定什么 去做个规划 那投资朋友常常就是想要这个 就是什么 你什么都想要圆满 什么都这样说 我这也想要贪 那也想要贪 人生哪有这种事情的 你一定要选一边站 我想要价差操作 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波段 我也想要短线 如果下跌的时候 大盘下跌 我要做空 那我这么可能 这种东西到最多一场空 我就是一个动作 我持续跟你讲 不管什么行情 我都是你要买股票再来找我 我跟你讲 我只有做买股票 买卖股票 当然股票买的就是 我也会换股 但是如果我绝对不做空 因为这种行情做空太可惜 做空干什么 你要买股票 包括你要换股再来找我 包括你要买那种领先市场上的 分享一些低档的股票 你来找我 我今天先跟你讲 我怕等一下我讲一讲 又忘记跟你 因为今天很多人问 老师挣满店怎么会这么强 我哪也知道它这么强 原因为什么这样 因为你都不敢买 所以它很强 所以严格讲 你敢买了就贪 你敢买就可以成为赢家 敢买就会赚 你敢买我的股票就会赚 对不对 何况你要想啊 这种股票这么难得 振华店 在那个1月27号封关前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你要拼 你要拼 今天要拼了 对不对 你要拼要不要什么 不要重点式的股票 我就叫你抱我过你 有没有错 重点式股票就一档 你股票要多你也不要来找我 股票就很少 一两档股票真的是太足够了 贪钱一支就好 会险人说险家一支就险了 对不对 对不对辣椒一颗就辣了 然后可能你要摆这么多辣椒 一样的道理 重点式的攻击 你那时候811式的一个振华店 我跟你讲这么明白 我想如果没跟你讲这么明白 真的说实话 我真的说实话 你把我打叉叉 我那时候跟你分享 跟他告诉你 POSE系统 你说他没什么工业电脑 对不对 我说这个主要台湾他在抢四战律 全球的四战律 它在持续成长 这种东西说实在将来 比你在看那个什么 TPK好太多 TPK我救你几次 你摸着良心物 每天来看一个TPK 你就是要听老师 说什么TPK会去到哪里 你听着要做什么 他的 你就单单看这个就可以了 你要做TPK我可以教你了 他什么时候开始 正是转亏为云 最少当下我就看不到他的曙光 他大家都还在亏损 你自己没有薪资肚明 自己骗自己 你就偏偏要安慰自己 老师你可以贪这多少钱 二三十块 一家公司如果没有成长的动力 我请问你买到理由何在 他没有办法让你复合性 因为你要做生也是 你要去问公司是什么 他有成长嘛 你不是看到过去以前赚多少钱 代表现在资产有价值 那他这种地方就是他的问题之所在 你单单看一下 这张股票你怎么玩 你说值得 涨停板了 不要怪我 你是不是敢买都什么 你敢买就是你的 你敢买都赚钱 照这边来讲 148开盘的话 148 你任何卖掉 要记得有稍微黑一点的要买 我说你问了那几块钱价格干什么 我都跟你讲这么明白 当然要何康会倒霉 我既然有一档 在过年前1月27号 那个振华店 这么样让大家很惊艳 你不敢没关系 过了就过了 我这个人基本上我一直跟你强调 我勇于做分享 而且最重要我喜欢讲一些股票 有机会在低档股票 你来找我 包括他成长性的股票 他说呢 这种股票你来找我 这种股票震华店的话 今年大盘很多 很多 但是你一定要一档胜你的手上的十档 那回过来 在大盘下跌的过程来到823年 都有一档震华店持续让你赚钱 我请问你 你还要做空吗 多少人就是因为看到大盘跌 多冤枉了 跟我讲说老师我就看大盘 那米国的那路这样 我就怕了 坐上来人资长 有时候也不能怪他 讲人资长 他会保守 然后他就什么 他常常那个时候越保守 反正这段行情都没赚到钱 一下脚步都乱掉 现在看起来行情没乐 没乐要买什么股票 你还是要来找我 我跟你讲 这个行情说实在 我就先提供告诉你 8000点 你就以后就把它记下 它不是台股的高点 是台股的低点 9000点也绝对不是梦 所以相对来 在当下的时候 大盘还在启动 你不要看他 又起来 又起来 起来52点 刚才看大盘来要涨99点 那时候给他卖掉 这个地方 那个高点来了 你不要这种小鼻子消息 你这行情 任何拉回街买点 包括振华店 如果你不在意 这档股票已经涨到 155块 156块 短线 我那时跟你介绍的时候 对不对 才在124块 我常在笑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的会员 跟我讲的习惯 老师那个股票 很高 那时他刚参加我的时候 我说怎么会高 他说 他去那多了 你看这个干什么 现在回过来就是 这句话我说 你看我很可怕 我才看你很可怕 你看他今年 那个持续成长的时候 很可怕 对不对 营收益124块买进 这一档股票到现在 你喔 你真是很欢迎 很感性的 大盘说实在还没创新高 122块到现在 一张你贷多少钱 32块 我告诉你还要持续续报 真的只能续报 你从地道买上 真的不要任意了 除非说你会说 多减 今天刚好抢个帽子 钱不要 真的 你开盘敢买的 做当冲的 你敢冲 这种股票当然 你资金不微小 你最好卖高一点 你不要追高杀低 你要买低不买高 买低不买高 这种股票基本 今年我只跟你讲 2014年会不会涨很大 真的会不会涨很大 当然今年说实在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的股票不是跟你 天天涨停板的 有需要那个人为炒作吗 有需要报章媒体 跟你加持吗 都不用嘛 对不对 所以你相信不相信 你相信我就要 心敢要放下安心 我的股票会让你 看得到 吃得到 贪得到 而且股票也不要多 我没有什么 这一档没有再下一档 我跟你讲 工业电脑 我跟你谈的就是一个 POSE系统 都只有一个振华电 你喜欢做工业电脑 你相信它是个主流 你就只是选振华电做 我股票就跟你讲 包括它还什么 它一样 我就跟你讲得很明白了 不小心 那时候是 上次宏达电 是用宏达电 把你 给你什么 给你拜托 给你换一下 换一下 现在宏达电 已经回去过年前的 振华电的位置了 现在振华电 已经超越宏达电了 那时候宏达电涨停满 不过145块的时候 我没有跟你拜托嘛 过年的时候 拜托你自己改 一定要什么 勇敢的把它换掉 真的获利是留给勇敢的人 这个地方来讲 这个地方来讲 包括什么 在股市这种赚钱 说实在很简单 简单在哪里 你只要化繁为简 相信专业 包括利用你人生的经验 从你的眼光去找寻一批什么 可以帮你赚钱的什么 黑马股 今年是马年 对啊 你要找人家帮你赚钱 借别人的力量 这是最快的 不要大家要欧北重 好学说实在 在股市上 有时候不见得是最重要 因为你学得太杂了嘛 到这一场空 那今天振华店未来 我到底怎么规划 短线上来讲 我这边只能跟你讲 都已经告诉你 宏达店坏掉 之前告诉你宏达店坏掉 你真正明的 第二件事情 我们会员说 老师 实在我这档振华店 基本上 今天说实在会员是很激烦 当我在规划一档股票 我说短线最少 一定要等到 155块 当然155块这个地方 是短线上 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坦白讲你不用追高 对没有追高 如果你说你这边有缺资金 把它卖个一两张 没有关系 往后这档股票 它会 因为2014年还早的嘛 现在才2月份 今年会涨很大 不急 我慢慢来演讲 然后告诉你 它的最佳的买点 但是有时候如果说 这个地方在哪里 那当下来讲 我要跟你谈的什么 你卖掉几张跟我借什么股 建立什么持股 有一档更好的 你我跟你讲 那包括什么 你错过也没关系 我没有叫你全部卖掉 我说你卖掉几张 来参与一档 一档 一档相当什么 相当不可思议的一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我也是要勇于跟你分享 这个地方当然不能公告 因为我们会员现在做进场 那包括你假如没办法去演讲 因为今天我们晚上就在台北的演讲会给你做一个报告 7点钟 地址的话 我也不知道 那你打电话进来问我们服务人 要我们的这份资料 请你事先采预约报名 我希望告别是你要看得到吃得到贪得到 不要特别人来问名牌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最讨厌人家问名牌 因为名牌你又不敢进 然后说老师我不敢进 你去以后都不要再演讲会 包括我们 不要说告诉我不敢 因为我会痛心 你要记住我一下 在现在的股市就这样 你要敢买我的股票 就会赢 就会赚 你敢不敢买 就这样子 我讲到这样 你要不敢买 就不要来告诉我 因为我会痛心 因为我给你的东西 第一个我都领先报章媒体 那是很难得的东西 非常非常难得的东西 你去哪里找 有可以领先报章媒体的东西 去看所有那个什么 名嘴各方面跟你讲 都是跟着报章媒体 同步跟你做动作 你会赚什么大钱 我跟你谈的都是当下的主流股 所以我有没有权利告诉你 今年2014年新主流 对不对 所以我当然一定有这个权利 所以你缺少股票了 而且缺少股票 而且股票不要多 因为我这个人有个特性 上市上会一千多档股票 我不是每一档股票都要 我在大杂会 我会挑上眼的股票 真的很少 你可以认同我们 你再来找我 那现在当下来讲 这档股票 就是演讲会要跟你做分享的 这样 你是我的会员 提早的话 今天说实在礼拜五 如果你没有办法 因为演讲会 只到明天的台中而已 到中部 那南部真的没办法过去 因为我也很忙 我现在一个礼拜 琴仁杰跟袁小姐 我都没有办法 有人请我吃饭 我都没有办法去吃饭 我也放个假吧 所以对不起 三月份才去南部 那你没办法去的话 这地方 因为演讲会我常跟你讲 意思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为人 包括你假如没有去 也没关系 看我们的电视节目 不要追高杀低 做动作 赚小钱的不用来找我 还是跟你讲 你要赚大钱再来找我 你不敢 不要来找我 怕说这行情好像很高档 会不会跌 你也不要来跟我问 因为我没那个时间 跟你谈这些 我跟你谈的就是 要谈一些 类似像振华店的这种股票 在哪里 记住振华店 204回 谁敢跟你这样写就好了 说实在的 这种东西来讲 说实在 已经很有良心 跟你已经很讲信用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2014年我认为它会涨很大 因为它的题材 比振华店还爆炸性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三大题材 你也知道太阳人组股票 3691的一个硕核 到现在的创新 到现在不是来介绍硕核 好 接下来 台虹这万呢 那是万在哪里 慢有慢的操作 你要这么急 明明一档股票在整理 我一直跟你强调 这个地方它是在整理 所以你卖 卖高一点 你要赚破 赚获利 如果它盘个九个月 有一个月大涨一倍 怎么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有可能呢 你要给它时间 你又没有耐心的 你要来问我什么时候 它的周期性到了 我给你这种股票 不会跌到哪里去的了 你要嫌它太慢 你又不愿意 那我知道你在哪里 对不对 你说为什么没有振华店 因为它好买 它买得到啊 因为它便宜啊 那所以说这一方 可是这种股票说实话 我也很有良心 你怎么样随便赚个一两块都有 这种随便吗 欠菜马进来也是 都有赚钱 那未来怎么规划 台虹拿过来没关系 它包括3653的一个建策 好啦 都还没有正式喷出 这种股票基本上都还在整理 整理有整理的美感 我都没有放弃这些股票 我简单一点来跟你讲 但是严格来讲 现在当下的趋势主义 因为大门量 说出来不到1000亿嘛 所以怎么可以大杂会 赞华店之后 你看到三星 散到三星 也是没努力的 7字头已经来到8字头 到现在还在79.2 这种股票续报 有跌要赶快做买进 我来这边来跟你讲 这种股票也不会跌的 我已经跟你讲了 但是毕竟它会不会回到71块 不可能的是啦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来到这个地方低档去 最近的78.8 78块在前波的高点 你都会看现行 不要随便去追高三点 你卖高点 对手这种股票肯定告诉你 我还要再加码 71块会再来 这是上一次演讲会送的 你最少 所以说有时候投资本 你的心我真的没办法 你看到Key 你很欢迎是要拥有的 看到一个股票跌 它会不会怎么样 你找我是有赚 你赚不到大钱的 有问题你来找我 但是当下有一档股票 它有太阳人族群 还有包括现在当下有个新的题材 安全监控这个区块 实际上今年也很重要 你说老师你在讲旗友跟金融 我讲那些干什么啦 讲那些东西你都自己都已经涨了 都涨这么多了 那之前在两年前我就讲过了 包括它本身来说结合什么 有四G的题材 到底它是什么东西 可以这么多题材结合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科技的产品的一个产生 当下这档股票 我觉得它不错 最重要的时候 它最重要是什么 它的价格在45.2附近 我觉得它可以买进 所以这档股票基本上 我们正在陆续坐上车 那当然今天也是上涨 所以我不能跟你讲什么股票 如果你有需要股票 你相信我错过振华店错过三星的 包括这档4510的一个高峰 现在都来到28块以上了 这种股票我都还要再买 我现在不能跟你讲太密 就是说这种股票基本上 在这些股票都还要再买 那这种股票实际上都是从低档上来的 都从低档上来的 简单一点来讲 你错过振华店124块 你不用垂心肝 你错过我的三星不要垂心肝 今天晚上演讲会 你再错过你就要垂心肝了 但是我不是要求你一定要来 因为我们的演讲会是收费的 你把彩预约报名 资料我才会给你 不是要求你要来 你要做股票再来找我 要名牌也不要来找 你如果单只为这档股票来的话 我会觉得很可惜 你要好好规划今年的股票 一档甚十档 这档股票在演讲会 我跟你做分享 因为这档股票的题材很特别 我觉得值得在那边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边演讲会告诉你 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股票 我们演讲会一一会跟你告知 那如果需要我们的资料 你要去演讲会 我们的这三场演讲 一个在明天在台中跟桃园跟台北 请你务必要资料的投资朋友 需要我们帮你做服务 请你尊重我们一下 不是要你一定要来 也不是一定要叫你来要名牌 但是请你一定要采预约报名 否则你来我也不会给你的 这是我一贯的作风 因为我觉得大家 因为我的东西我觉得很辛苦在呈现出来的 你要你要去珍惜它 你才会赚它 如果你就觉得那个没什么 那说实在你不珍惜也不要来 因为演讲会说 在今天情人节 你好好去过过你的情人节跟元宵节 这地方来讲 这边来跟大家再做一个宣导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好保保 当然没有办法去很抱歉一下 尾盘如果有下压 因为你知道我常演讲会的时候 把你掀开的股票像三星 哇不得了一直涨一直涨 因为现在最有人气就是我们凤凰团队 没办法就只有我 真的讲真的 哪一个人这段时间 那个大牌再大跌四百点 股票还可以持续创新 我有凤凰团队的何怀珍 那个你看到振华店 到现在都还在涨停满 所以我也是吃福气了 所以你跟着有福气的人你就会有福 所以相对来讲 你当下来讲 一定要好好去做一个重新的做规划 这当股票你把手续办好 演讲会是意思的 不让你希望 它会像三星像持续这样一个礼拜 涨个十几%以上 我想要拭目以待 我的股票都是新题材 有它的机会 你好好自行把握一下 那不然我今天演讲会也跟大家 晚上会跟大家见面做个分享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亚洲同工和老师收费讲座 2014新主流 2月14号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 台北奔亚国际会议中心 2月15号星期六 早上10点到12点 台中企业家大饭店 下午2点半到4点半 桃园救国团 咨询专线02-2578-3777 02-2578-3777 旺旺年了 旺旺旺 来月旺旺 你才会旺旺旺 亚洲同工和老师收费讲座 2014新主流 2月14号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 台北奔亚国际会议中心 2月15号星期六 早上10点到12点 台中企业家大饭店 下午2点半到4点半 桃园救国团 咨询专线02-2578-3777 02-2578-3777 美食爆粥煮 火锅上粥了 别忘了爱之味分解茶 降火气解油你 火锅大朋友 爱之味分解茶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又回来我们第二个单元 那当然在演讲会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股票 要跟大家做报告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没办法跟大家谈那么多 包括你手上的股票 你一定要拿来什么 有些股票真的需要又换股的动作 我常常跟你讲说 单单你看我节目 我的换股 如果说我市场上是第二名 我真的没有第一名 我最厉害的地方就除了分享之后 我勇于告诉你 什么股票不好就把它换掉 什么股票到底相对高档的时候 我会带你出去 像你参加很多老师什么问题 老师买很多 常常看到老师的股票都涨停板 但是实际上到最的时候 又报上报下 是不是 但是不对 我这个人基本上 当他成长力道动能不够的时候 我的股票是颇端的获利 包括短线我会尽量帮你赚 我说尽量是有时候没办法 一定要续报 像那个振华店又只能续报 叫我怎么帮你做短线 对不对 那基本上 来到今天振华店你才不用追高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你可以去 赶快我演讲会有一些好的股票 四五十块 你可以来给我们做一个 你可以来给我们报名 这种股票 我觉得是今年爆炸性的题材相当的够 那包括你想想看 我们会不会做换股的动作 虽然你手上很多股票 真的很可惜 像到现在我还是要提醒你 痛还是 TPK你早点换掉 那时候TPK 你换可乘在171 184块 起来到228.5 我不是因为当时 告诉你 我没有这么缺德 叫你一定要再买上去 我告诉你 你看我的节目 我竟然在这节目跟你讲 2月12号公开 来到高销的高低 我告诉你 一定短线背离过了 要介入 不要追高 这种股票在这边 这边一定不会涨的 232这个地方来讲 不会过 但是拉回哪里做买进 这才重点嘛 可真你不能这样 一直买一直套 它是高效果很贵的 包括联发科 你看到430是430 联发科到底未来会怎么样 为什么当时我告诉你 联发科 换数额你就看到了 我跟你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领先的跟你做分享 他今天晚上演讲会主要是 未来你要好好去规划 第一季 到底谁的股票 我营收时会创新 搞不好第二季 今年的主流到底在哪里 出过三季没有关系 演讲你好好保 尤其这档股票 当下来讲 你办好手续 我领先会 等一下会跟你做 事先规划的动作 知道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谁胜评估病资付投资贡献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亚洲投资何老师收费讲座 2014新主流 2月14号星期五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奔亚国际会议中心 2月15号星期六 早上10点到12点 台中企业家大饭店 下午2点半到4点半 桃园救国团 咨询专线02-2578-3777 02-2578-3777 工作压力大吗 变通了 晚上去有利 早上不便利 照顾好自己 中美变通乐 中美变通乐 人后国家生计医疗品质奖 亚洲投资何老师收费讲座 2014新主流 2014新主流 2月14号星期五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奔亚国际会议中心 2月15号星期六 早上10点到12点 台中企业家大饭店 下午2点半到4点半 桃園旧国团 咨询专线02-2578-3777 02-2578-3777 旺旺 人旺 气旺 身体旺 财旺 富旺 运道旺 过年吃旺旺 让你新的一年一听旺旺 亚洲投股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